字幕Вы armele 剛有同學提出來了 提出來是什麼 燃燒層 剛同學提什麼 對啊 剛剛彭先生在講 講答案 我們上禮拜兩個 直化 直化的概念 然後呢 還有一個是 量化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剛剛我問你 兩個很重要的類別 直化的概念跟量化概念 所以你的研究呢 大概可以切割兩片 兩個大類分 可以這樣分 大類可以這樣分 然後分完以後呢 你細的話呢 有很多方法 這是分類 這是分類 直化有直化的一個區隔 量化量化區隔 當然我們也可以怎麼樣 我們上一次也特別講過 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有直量並重的概念 直與量呢 並行 直量並重 並行的方式 我先用直 再採用量 或先用量 再採用直 都可以 這是直量並重 當然我們方法裡面有很多 這是類別 類型 類型跟方法 像直化呢 我們可以透過觀察 可以透過觀察 我不會花很多時間在這個研究方法上面 我會把量的部分 給你們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敘述 到了學期末結束 你可以真正去做一個專題的研究 用量的方式 只要量的方式會 那你直的部分呢 我告訴你怎麼做 有課餘的時間 你可以隨時來找我 那概念是蠻接近的 像觀察 像訪問 然後像面談 然後有深度的面談 這些都是我們在直化裡面的 當然還有很多 譬如說現在很新的名詞 叫做Focus Group Interview FGI 它叫什麼呢 它叫做 焦點 Group 是團體 的面談法 或者座談法 FGI Focus Group Interview 這也是一種方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 課本上也有一些 你可以用 叫做 次級資料 記得我上一次也講過 所謂次級資料就是二手資料 二手資料也是可以做一個直性的 或者有一種叫做內容分析法 次級資料 或者內容分析等等 這都是屬於直化的 那量化呢 其實量化 你是可以把它虛擬 不管是虛擬的 或者實際的 用數量把它代表出來的 譬如說我說實際的是什麼 剛剛我講 假設年齡跟身高有沒有差別 也許我們台灣的人 大概在多少足歲呢 大約在22足歲以後 就不會再長高了 他22歲以上大概 有的人大概17、18歲不會長高 有些22歲還會長一點點 我自己也是22歲還長一點點 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可是22歲以後呢 你在談身高跟年齡的這種變化 可能它意義沒有那麼大 但是如果你說六歲 或者說青年少年這些人員 他的身高的變化 他就是很明確的量化 很明確的量化 如果說假設說我現在不是這種 我可以不可以用虛擬的 可以啊 虛擬的意思就是 像這裡面我跟同學講 這裡面有虛擬的是哪幾個呢 這個是虛擬的 虛擬的是像內容分析 次級資料 都可以用虛擬的方式來做量化 意思就是說像內容分析 什麼叫內容分析 我舉個例說 舉個例說 假設這裡有一本 有一個報告書 或者有一個小學生的教科書 教科書裡面呢 它裡面談到父母親 父親的次數有多少 把父親碰到有父親就難出來 然後再看同樣是 假設是生活教育好了 生活教育或者禮儀教育 談到父親的有多少次 談到母親的有多少次 結果你兩個做一個比較 你可以說從這本書裡面判斷說 作者的理念 或者他希望受這一本教育 受這一本書的教育者 他可能會有哪一種趨向 這不是一種虛擬的量化嗎 懂意思嗎 雖然它這個是比較偏向內容對不對 偏向內容 搞不好它可以用虛擬的量化來做啊 這是一種概念 所以它不是真正能夠切割的 不是真正能切割的 好 當然質量並行我剛剛講過 我可以先透過 我假設不是很熟悉 我透過這本書的內容分析 次級資料分析 然後我再設計問卷 所以這裡面呢 如果是實際的話呢 我可以用問卷的方式 我可以用測量的方式 這些都可以當作 然後透過什麼 當然是透過統計的分析喔 用數據的概念來做一個了解 好 這上禮拜很重要 類型裡面很重要的概念 當然另外一種分法 我也講過它是可以用基礎概念的分法 然後呢 從描述解釋 變成什麼 驗證 驗證完以後變成預測 預測最後發展出一個 一個理論出來 這也是另外一種分法嘛 好 第二種剛剛講的那種分法 是比較偏向真正研究的人做法 我們現在專題製作 大概用這種方式就很好分了 接下來第二個 專有的名詞 記得拿幾個 來同學 好 我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吧 有概念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接下來 我們上禮拜談了哪一些 哪一些重要的名詞 誰記得 有誰記得 重要名詞 來我隨便點一下 陳志宏 在哪 上禮拜談了幾個重要名詞 記得嗎 變相 變相 對不對 好很好 變相 叫做Variable 加S是很多的意思 好 還有沒有 還有哪一個名稱 非常重要 今天就要用到這些東西了 還有哪一個 來 我們看看 那個 黃孝仙 來 還有哪一些 記得嗎 進結胸 你剛進來一下 來 你記不記得上禮拜 哪一些專有名詞 哪一個會跟著人家變的 哪一個是不變的 那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他們之間互為關係的 來 往下前 自變相 好 這裡面呢 我們有所謂的自變相 有一個一變相 對不對 dependent跟independent 這兩個 還有沒有哪一個 名詞 構面 概念跟 概念跟 好 我把這個插掉了 我把這個插掉了 很好 很好 很多名詞 非常重要 如果這個 名詞有 以後面 就比較容易去做了 一個是概念 一個是構念 還有沒有 概念跟構念 概念是一般性 我們在 溝通的時候 不要從那裡出去 我們要溝通的時候 然後呢 過程中 我們大家共通的一種 用詞 共通的一種 可以接受的 的想法 接受的意義 概念 我們譬如說 我們講 你感受如何 那個感受 那個感受 也許就是大家 一種概念 我心裡上面 對這件事情 有一些感受 可是呢 構念的話 是我們要做 研究做 做一個專題製作 的時候 我 針對這件事情 由我 研究者 把它很明確的 定義出來 譬如說 我講的那種感受 是指 是指什麼呢 是指 某一件事情 在某一個方向 某一種動作 或者某一種 這個接觸 所達到 所造成的一個 一個反應 我叫做感受 這種 建構出來 我自己把它解釋 建構出來 這是建構的 過年是建構的 它是一種什麼呢 定義 研究者給它的定義 所以我們 有另外一個名稱 記得嗎 研究架構 不是 研究架構之前 研究架構之前 我剛剛談到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之前 還有一個名稱 跟這個有關 跟定義有關 定義有兩個 操作性的定義 所以這個構念 是建構出來的 它是定義的 是什麼定義呢 是操作性的 意思就是說 我必須要在 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 或者這一個報告 專題製作的報告呢 你要看我報告的時候 你要用這種方式去看 你不要用你的感受 而是用 我們寫出來 給你感受的這種方式 去了解這個文章 這種概念 叫做操作性的定義 好 上禮拜 我們這一些 是很重要的概念 然後 我還有提到 另外一個部分 等一下 什麼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 我寫了它的層級 變相的層級 變相的層級 我今天要再解釋 再加強解釋 變相的層級 凡是 所有你要去了解 這個專題製作裡面 你想了解的這些 所有的元素呢 所有的東西 我們統稱 統稱變相 這個變相是統稱 它是屬於一種統稱 意思就是說 通通都叫做變相 通通都叫變相 然後把它歸類 歸類成什麼呢 這個變相 歸類以後呢 變成有 所謂的 自變相跟 一變相 我把它歸類 統稱以後呢 我把它歸類 自變相 跟一變相 這是歸類的 影響人家的 影響人家叫自變相 被人家影響的就是一變相 我要探討的東西 剛剛講年齡跟身高有沒有影響 有沒有變化 身高是因為年齡變大 增長以後 它才身高變長 對不對 它不可能說 身高來影響年齡 是年齡來影響身高 對不對 所以身高一定是什麼 一變相 年齡一定是自變相 是不是這樣子 上禮拜我舉例說 假設你吃東西吃得很多 所以體重變胖了 吃東西這個吸收一定是自變相 體重一定是一變相 這種概念 如果說薪水跟工作的滿意度 哪一個是一變相 哪一個是自變相 贊成薪水是薪水跟薪水 薪水收入跟工作滿意度 兩個 聽清楚 工作滿意度跟薪水 哪一個是一變相 哪一個是自變相 薪水是自變相的舉手 薪水是一變相的舉手 再聽一次 一變相是被影響的 被影響的是一變相 影響人家的是自變相 另外給你們一個英文字的一個 叫做 叫做 independent 獨立也叫independent 獨立國那個independent 這個叫dependent 這個叫dependent 好 薪水跟工作滿意度 影響人家的叫做自變相 被影響叫做一变相 薪水跟工作满意度 薪水是自变相还是一变相 薪水是自变相的举手 薪水是一变相的举手 好 那来 你们三个四个举手 五个举手 其他没举手是什么意思 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的举手 没关系 要make sure 要知道啊 没不清楚举手 好 那你看哦 薪水给你高的时候 你会满意吗 薪水给你高的时候 你满意度会不会增高 好 然后满意度增高的时候 薪水会高吗 薪水会给你 谁给你的 老板给你的 所以自变相应该是薪水吧 薪水在变的时候 你满意度会变啊 所以自变相是薪水啊 一变相是满意度啊 你知道意思吗 但是呢 有没有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譬如说 假设我已经植物很高 高到 高到 不是 植物已经到某一个程度了 譬如说已经到了 这个副厂长了 薪水在给你高 然后不给你升厂长 你会满意吗 可能不会满意哦 对不对 那可能另外一种探讨方法 所以很简单的方式 薪水跟工作满意度 可能薪水 绝大部分是自变相 工作满意度 绝大部分是一变相 这样概念清楚了吗 好 我如果画出一个图 那画出一个图的话呢 就是自变相是薪水 然后影响什么呢 影响一变相是满意度 可能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就是一个研究架构的概念 那我要探讨 我探讨什么呢 假设说另外一个变相是什么 不同的行业 不同行业 譬如说我们有制造业 有运输业 有这个连锁的商店 这个叫做服务业 不同行业 他们对薪水的变化 跟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另外架构又出来了 自变相变成几个 自变相变成说 不同行业是自变相 然后它的薪水也是自变相 两个自变相都同时存在 有这种概念存在 这样知道了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上礼拜讲很重要概念 另外一个概念 另外概念 我们有没有提到说 有一个叫做 构面 或者叫做向度 有没有谈到这个 这叫做dimension 这叫dimension 那这个叫做independent variable 然后呢 这个变相variable里面分成 independent跟dependent 然后构面叫做dimension 好那我刚刚讲过了 我刚刚讲过 你所有探讨的东西 通通叫做变相 只是自变一变 这个叫统称嘛 自变一变是我切割 把它切开来 变成有的叫自变 有的叫一变 是为了我的研究 让我们可以做下去的时候 比较清楚 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好 我要再往下看 我把这个自变一变呢 把它先不去谈了 不去谈了 构念也不去谈了 概念也不去谈了 我直接跳进去构面 跟向度 另外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题目 或者叫做题目 或者叫做项目 项目 或者叫做题目 等一下我把这个呢 把它写在 把它画出一个 叫做items 然后我把这边擦掉了 今天要讲这么多 主要就是 我们后面马上会有一个 练习的东西 很重要的练习 好 看到这边 我说统称 统称叫做 统称叫做变相 所有的都是叫变相 所以valuable 叫做变相 你所有碰到的内容 通通叫变相 因为它是统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分类 自变相一变相是分类 变相往下看的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层级 有很多层级 层级 叫做 叫做那个haraki haraki的意思就是说 像 孙辈 父辈 祖父辈 孙辈 父辈 祖父辈 这叫做层级 祖父辈 给你 往下 你就是说 子辈 因为最上面是一个点 所以这里面呢 有一个 它可以 有一个变相 这个变相是 这个 祖父辈的 往下它可以分成 好几个什么 这个是 子辈 这是 这是叫做 祖父辈 对不对 假设啦 我这样看 为了让你们了解 这叫做子辈 然后往下呢 不是有孙吗 因为 为什么要有这种概念呢 我要探讨一件事情 我上礼拜问你们 问过一件事 我说 我记得好像是谁 好像是你 是你吗 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 打工的 我不是说 Seven吗 全家吗 莱尔富吗 莱尔富是谁 有两个嘛 我记得忘记是谁了 是王孝仙吗 不是 是谁 我忘记 坐在这边 上礼拜坐在这边 结果 他是在 莱尔富上班 所以他说 莱尔富也是服务很好的 那我说服务好不好 你的感受如何的时候 我没有讲 我只有讲感受 服务的感受 那大部分都认为 Seven比较好 其次 莱尔富 再来的是全家 上礼拜的结果是这样子 好 感受两个字 感受 我只是叫感受 因为我们讲感受的时候 我真正不知道 你的感受 跟他的感受如何 所以我要用操作性定义 我把感受 由切割成好几个 切割好几个 切割成什么呢 譬如说感受有几个 几个可能是感受的 来你说一下 感受你的感受 在哪一个方面的感受 随便讲一下 进去Seven的时候 你说感受不错 你感受好多类 那可能是什么 服务 对不对 服务的话呢 它是一个感受 假设这是一个服务的感受 这是服务 其实服务也是还算很广 还是很广 能不能再讲更细一点 什么样的服务 或者说 没有关系 好 再讲别的 好 来 再说 那个林毅 那个叫做什么 布置吗 或者场景吗 也许是场景吧 场景嘛 情境嘛 那还有没有 还有谁 来 给我一个 不是Give me five 给我一个答案 好 来 有没有什么 没有吗 价格是不是一个 也是吗 还有没有 还有很多 谁能想到 来 南校成 不要再跟隔壁讲 你跟我讲 什么答案 总类 商品的类别 就是说它的多元性 多元性商品 然后譬如说 还有它的 这服务很多嘛 购票服务 什么服务 其他相关的服务 那刚刚谈到说 也许 还有价格也是 价格 还有其他等等 比如说 还有红利点数 促销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 通通都不是感受吗 对不对 可能我 我比较感兴趣的 也许这里面 有20种 也许这也20种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 这些东西 那我问一下 这些算不算叫做变相 算不算 算变相吗 赞成是变相的举手 赞成不是变相的举手 我说 这些东西算不算变相 赞成变相的举手 赞成不是变相的举手 那没有举手是怎样 不知道的举手 还是没清楚的举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